中拿鄉永和村石龍宮的土地宮以愛吃泡麵聞名 鄉客一有時間就會提著整鄉的泡麵前來參拜 並在此食用泡麵 但主委不僅把多餘的泡麵捐贈出去 更幫助永和國小全校學生免學雜費就學 也補助原地學生交通費用 十方先進來的泡麵我們有村 就是清水國好 三門國好 國中 英國國好 和在四路府的我們上海 後來我們永和國小堂 家庭農民開到北京都做公共來扶植 南島來 一個月我們車輛車買一千塊 做公共所接的是十方債 我們就要奉獻社會 奉獻者學生 雖然石龍宮不大 但信眾更是遍布全台 而幫助地方的心及學生教育 也讓永和國小校長十分感動 不僅可以讓平常學子受賄 也減輕許多家長的負擔 那石龍宮長期以來 補助學校的學雜費 以及游泳教學的費用 那讓孩子能夠沒有後顧自由地來進行學習 我們非常的感激以及感謝 那孩子在這樣的基礎下 已經慢慢的不斷的進步 所以我們在各項的比賽中 也得到了很好的成績 比如我們的都輪車 也連續得到這個全縣的第一名 然後再來我們的小提琴 我們的資訊教育 我們的石龍教育 也慢慢的在發展 那未來我們期待 在石龍宮這樣的資助之下 孩子們能夠學會感恩 並且不斷的進步 先議員張永輝相當感謝石龍宮 長期幫助地方所需 集學子免學雜費就能夠就學 讓愛心充滿整個存落 竹山有一個紫蘭宮 我們這邊有一個石龍宮 都是一樣的道理 在永和國小上學的小朋友 九龍宮通通一概負責 都不用出錢 所以說九龍宮對永和國小 貢獻相當的大 尤其是校長新的校長江校長 他相當的努力 由於土地宮十分靈驗 忽悠地方 而心中留下的泡面 廟方則是拿來做公益綁住地方 讓土地宮及信眾的愛心 就像一碗剛泡好的泡面 溫暖人心 接著劉永勝終了採訪報導